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您收看今天5月30号的宜兰新闻 新闻首先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特别是发生害人的撒血统的案件 需要原安全再度亮起了红灯 而宜兰县学校大多是无障碍开放的空间 因此是否令人相当的担心 学生的安全无法受到保障 而对此县长也已经指示教育还有警政单位 并且借由相关志工的力量 来提升校园的安全度 为了落实学校社区化 县内许多校园都是开放提供社区民众休闲运动 但也让人担心来徒或是有心人士容易潜入 对此县长已经邀请教育警政单位 做好相关防复 发货人员加强巡视以及增加监视系统 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既然完全是无障碍 而且是更友善的环境 我们会马上召集整个教育系统 跟警政系统 跟社区的系统 我们一起来维护 尤其我们的父母都有 导父志工 有爱心妈妈 也有我们的家长会 我们会利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案例 我们一定会要把这个安全的系统 建构得更完整 现在有些学校有申请替代役 有些没有 有些学校的建议系统 有完善 有些不完善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结合社区的 这些志工的妈妈 在平常的故事分享以外 也能够协助学校在这些空隙当中 来建构一个更安全的 整体的照顾网络 另外透过校园开放后 社区居民的使用机会增加 相对也具有守望相助的功能 对校园安全更加提升 我们今天我们校园开放已经这么多年 其实这跟破窗理论一样 因为我们开放以后 社区的民众都跟校园变成 是同一个社区同样 所以会共同来为何 我相信我们当然不希望 发生这种不幸的案例 不过我们的顺务 也好 社区希望这种对于 跟我们岛户的系统 跟学校自己内部的安全系统 我们都要同步来建构 宜安兄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